第1015章 斩杀毒公子 毒公子也很快察觉到了这一刀的不同反响 和刚才那是截然不同的 那火焰看得他在心计 要知道 这原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可是毒炎龙族的弟子 身体里流的是毒炎龙族的血脉 除了用毒之外 火焰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虽然没有炎公子那么精通 但是等闲的火焰根本就伤不到他 就算斩到他的身上 也会被他的身体完全给吸收了 他从小就是在火山边缘活动 之后修炼更是在火山之中进行 从来没有惧怕过火焰 但是居然对他的这一刀害怕了 但是这个时候也根本容不得他多想 直接双手轰出漫天毒烟 护住了自己 叶西文的这一刀极尽灿烂 刀芒划破长空 瞬间斩断了那漫天的毒烟 斩落到了毒公子的真龙护体钢器之上 轰 这一刀居然斩出了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疯狂的升腾而起 狂暴的冲击波被凝聚到了一起 轰进了那一刀真龙护体钢器之中 原本无间不摧的真龙护体钢器 更是在一瞬间出现了裂纹 被斩出了一条巨大的伤口 这不可能的 毒公子被直接一刀斩飞出去 虽然没有斩到他得到身上 但是即便是余力透过真龙护体钢器 将他直接震飞 虽然拥有真龙护体钢器 能够在短时间内非常的强横 但是他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真龙肢体 当然不是叶西文霸体的力量的对手 斯 他那个是什么火焰 毒烟龙族的高手 顿时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那是什么火焰 在海族之中 玩火的毒烟龙族也算是毒树一致了 在诸多海族之中 也算是完全不一样的另类了 在无尽海域这种环境之下 修炼火属性的武功 只能是被人压着打 但是他们不一样 他们所修炼的火属性的武功和神通 完全来自于本能 那是天赋神通 所以根本不会顾忌这无尽海域之中的环境 但是一般来说 他们的族人所能玩得转的火焰 也就是一般的火焰 像这般能够展开真龙护体钢气的火焰 却还是头一次看到 什么真龙护体钢气 笑话 叶西文冷笑一声 再度一刀斩落下来 他的刀法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仅仅仅只是以平平的一刀一刀的斩落 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却让独公子叫苦不迭 因为虽然看着没什么难度 但是其实并非如此 叶西文的事早已经修炼到了极为恐怖的地步 他以大势压你 让你根本跑不掉 只能硬炕 如果你硬炕 就落入他的拳套之中 砰 他再度被斩飞 砰 砰 叶西文一刀接着一刀 一刀比一刀更加的恐怖 就像是滚雪球一般 一开始或许还不觉得 但是随着他一刀又一刀的斩落下来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恐怖的循环 独公子身上的真龙护体钢器 居然都开始有碎裂的迹象 这样下去被破开真龙护体钢器 也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他顿时怒吼一声 直接一掌猛然抓出 化作龙爪 直接一把抓住了叶西文手中的火焰长刀 不让他继续劈落下去 他知道 如果让叶西文这么气势如虹的继续劈下去 那么恐怕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条了 恐怕会被当场直接劈死 想抓住我的魔刀 你还差得远呢 叶西文想也不想 直接调动那股一火 瞬间开始在魔刀上熊熊燃烧了起来 啊 独公子一声惨叫 他的龙爪当场熊熊燃烧了起来 顿时一声惨叫 这是什么火焰 这火焰不但展开了他的真龙护体真气 而且居然还把龙气都给燃烧了起来 这龙气本身就是天地间至刚至阳的气息 一般火焰根本不可能在龙气上燃烧 但是这股火焰却可以 这一股火焰邪门得很 几乎是一下子就燃烧便了他的全身 独公子顿时惨叫不已 这股火焰瞬间就将独公子身上的真龙护体钢气 给燃烧得一干二净 这真龙护体钢气 乃是他最近才刚刚炼成的本身数量就很少 被这么一烧顿时就没有了 在将真龙护体钢气燃烧干净之后 顿时所有的火焰就扑到了独公子的身上 独公子顿时惨叫不已 不断打滚 身上的肉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消融了下去 比起当初的叶西文 更加的凄惨 就算是当初的恶太子和剑无双要穿过这样的火焰 也是做足了准备 以法器挡在外面 根本不敢沾染上分毫 也唯有叶西文这样的怪胎 才能在沾染过后还活着了 独公子身上不断冒出护体针气 对抗着一股一活 消灭这一股一活 不得不说 独公子比起当初的叶西文功力 不知道要强横了多少倍 又有地阶法器的手套相助 居然真的将这一股一活给生生镇压了下去 但是他身上的肉有半边都已经被烧焦了 整个人看过去凄惨无比 哼 叶西文冷冷地看着独公子 对于独公子能够将一伙镇压下去 他一点都不意外 独公子的实力比起当初的自己 不知道要强横几十倍 当初自己都能度过 何况是独公子 何况这些火焰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都要叶西文温养的 由于这一股火焰的特殊性 叶西文温养到了现在 也没能多温养出多少来 可以说是用一点少一点 所以叶西文平时根本舍不得用出来 这次是为了对付独公子才特意用出来的 果然威力惊人 瞬间就烧穿了独公子身上的真龙护体钢器 原本让叶西文觉得一场棘手的真龙护体钢器 在他的一伙的攻势之下 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叶西文 你会死在我手上的 独公子冷笑着 脚下猛然一踏 居然一瞬间扑杀到叶西文的身边 找死 叶西文又要一道披落下去 将独公子给生生劈死 独公子现在竟然敢抢弓到他的面前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却见独公子诡异的笑笑 那半边烧得快要焦掉的身体 猛然间开始动了起来 他手中的那一对手套猛然间开始疯狂的颤抖了起来 似乎立刻就要解体一般 无数的力量开始在里面旋转 大量的灵气被吸收了过来 几乎就像是化成了一个黑洞 要吞噬所有的一切 这是要自爆 叶西文顿时就想到了一个恐怖的推测 这独公子居然要自保 而且不是他本身自爆 而是要让这一对已经是地阶法器的手套自爆 一个人阶法器自爆就已经很恐怖了 更何况是一个地阶的法器要自爆 就更是恐怖至极了 哪怕是他如果被这么近的地阶法器自爆轰重 恐怕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 糟糕 叶西文按道不好 自爆 这是要自爆啊 不仅仅是叶西文 很多人也一样看出了这一点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纷纷为独公子的大手笔而震惊 要知道 就算是许多法相镜的高手都没有地阶法器作为本命法器 更何况是他这么一个超脱镜的武者呢 这地阶法器哪怕他用到了法相镜也是绰绰有余的 就这样子自爆掉了 败家子啊 败家子 许多人心中顿时大喊起来 尤其是那些老牌的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就更是在内喊不已了 更多人想的却是 独公子到底是有多恨叶西文啊 居然宁愿要自爆一件地阶法器 也要当场诈死叶西文 这是分明是恨极了 叶西文才会如此啊 如果这个时候自爆的话 叶西文在正中央 肯定会被当场诈死 但是即便如此 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叶西文会被诈死 内重伤的独公子 肯定也会被当场诈死的 不会好到哪里去 独公子诡异的一笑 手猛然一收 居然将手给收了回去 就要脱离手套 让手套当场将叶西文炸死 该死 那就别怪我了 叶西文双眸之中 顿时一阵金光闪烁 猛然间一刀挥出 那一刀瞬间斩破天地 绽放出无比灿烂的光滑 情急之下 叶西文将自己所有的感悟 都融入到了其中 这一刀又快又狠 叶西文从来没有爆发过这么快的速度 就算是对付独公子的时候 也是有所保留 因为独公子并不是他唯一的一个对手 但是到了现在 他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 直接完全一刀斩落了下去 扑斥 没有任何悬念 一切只发生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独公子那还没有脱离手套的身体 当场被斩杀成了两段 而他的身体也在火焰刀气的熊熊燃烧之下 当即烧成了一团黑炭 那原本即将自爆的地阶法器手套 也在瞬间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独公子的控制 自然而然的停止了自爆